来到南韩庆上北道 数十位大妈戴上头套手套 穿上围裙聚集在一起 仔细地将手上的大白菜填满腌料 大妈们在寒风中忙着腌泡菜 仿佛忘了外头有多冷 经过三个多小时 共同完成了上千颗泡菜 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 泡菜分享活动时隔两年才重新举行 但是同一时间 南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再次飙升 传出其他地区的烟泡菜活动 发生集体感染 让主办单位压力很大 在防疫上努力做到滴水不漏 多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随着新冠疫情漫延 南韩社会对偏向关注和支援减少 来到市区的大型超市看看 这一项像刚腌好的泡菜才上架就被抢光 由于今年收成不佳 随着大白菜供应不足 单颗大白菜价格比去年上涨47%以上 盐巴等材料的价格也上涨了近30% 干脆买腌制大白菜还比较便宜 南韩乐天旗下的连锁促时 农特利宣布12月1号开始 汉堡类产品价格平均上调4.1% 之前校村炸机也宣告 时隔7年将调整产品价格 平均上涨8.1% 韩国人试炸机的绝配啤酒也跟着寒涨 外国进口啤酒品牌以运费等理由 下个月开始调涨 以超商价格计算 四罐装啤酒从1万韩元涨到1万1000韩元 涨幅将近一成 预计其他产业也会产生涨价股牌效应 未来南韩民众不论在家煮饭还是外食 都得多掏出几张钞票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开启通知小铃铛